嗨帖子们 假如用你对象身体的一个部位换一个意 你打算拿啥换呢 毛发指甲可不行 小咖我果然选右手啊 不过那屁股咋差呢 咱熊哥今天可牛掰了 屌丝逆袭大富豪啊 不仅一招有钱能使墨推鬼 拿下了虎爷小夫的尊严 还带了个萌妹子的贴身女仆 但嚣张的人总归活得不长久啊 果然也遭遇到了土豪同样的烦恼 被绑架 结果会怎样呢 咱来看看 阳光明媚一下午 都比脸都干净了熊哥 居然有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一万日元 难怪要死下第一个儿脸 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做梦 这是只有梦里才有的情节吧 原来是过年压岁前夹在书里 忘记用了 突然感觉像是发了一笔横财呀 帖子们有没有感觉似曾相识啊 有了这一笔横财 首先左手来个模型小飞机 右手再来个新款游戏机 想想都屌炸天呐 熊哥刚要研究先买啥的时候 听到老妈老妈在那吐槽 说现在物价啥啥都涨就不涨工资 小时候两颗糖只要一钱 还有一种钱叫做礼 现在的娃连这是个啥都不知道 比如大熊 果然还需要蓝胖子科普一次 在日本一日元有100钱 而一钱就等于10里 果然小咖也没有听过 这么一算 一万日元 要是在以前那个年代 就是实打实的极品土豪啊 听到有机会能成土豪 大熊那三地大眼珠子一亮 又出妖蛾子了 赶紧让蓝胖子拿出如果电话题 停离一战 铃声一响 世界变了 先去买几本漫画试试水 看物价能有多便宜 低声过后 三千五人 数学不好的小咖 跟大熊一样懵 那你就还算是在韩国开了 这个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等熊哥递上的一万日元 竟直接把老板吓晕了过去 这书也没卖成 咱再试试游戏集 大熊没开二度选好玩具 再次拿出那一万打钞 又一次完美的谢绝了 小开老师 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就相当于你拿着一百万 去买一本三分钱的书 New Feet Class 有钱人竟因为找不开零钱 买不到东西 那也是胶着呀 蓝胖子突然灵光一闪 现在的一块钱 可以换一千铜锣烧啊 他拽着大熊就要给他出主意 分分钟去银行找零啊 不出个三二一 熊哥换了两千块 先用着 看得满满一包飘飘 我酸了 蓝胖子高兴拿了一块钱干饭去了 而熊哥也开启了土豪的生涯 给老爸买装备 给老妈买名牌 还给家里置办家具家电 一下被hold住 家里太小放不下了 他竟直接去邻居家 砸一千块 说要买下人家房子放家具 此时的我 好想被砸一下 不会别的 就喜欢挨打 大熊在层的有钱人 自然就要找上好兄弟 虎爷也不是消停的主 这会儿正抢着小福飞机 吵来吵去的还差点坠机 突然天空中出现了 一更高级的波音飞机 这不是花鸡鸡鸡的钱 果然也不会爱惜 虎爷说啥都要跟人怼上 这都不是粉碎性骨折的事了 这小飞机直接成渣渣了 而波音机的游戏 都不带花一丝的 它的主人就是咱新任土豪 熊哥 熊哥对于小伙伴也毫不吝啬 一队大小飞机战斗机 随便 万恶的资本主义啊 小福飞机被撞坏了 真哭着伤心呢 虽不是大雄故意撞坏的 但大雄还是打算请大家吃大餐 中餐西餐甜品样样齐全 不止如此 还有萌昧着女仆在旁贴身伺候 我默默的端起了我的200元 酒精钱藏的小夫 吃着大雄请了大餐 突然蹦出一句不中斤的话 金钱太可怕了 你出门小心点 他的话虽不中听 但却有这么个理 大雄赶紧回家看情况 但门口已经挤满了一堆人 什么银行的 保险的 还有卖钻石的 啥啥都有 这还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 负在深山有远亲呢 家门都被堵了 熊哥撒哑子开聊 突然 看这桀不逊的气质 妥妥就一根正描红 抢劫犯哪 看来这熊哥得吃点苦头了 但随即出现于绿车 打趴的头套男就下了熊哥 你以为真的得救了 不不不 坏人从一个变成俩了 这回他俩玩的是绑票 但因为小车关键时刻掉链子 任性爆胎了 只听一声大猪叫 紧接着 正当红太郎要拽走大胸 又来一会儿干枪的 红太郎也是个很绝啊 完美避开 直接把开车老板给气的 干下了方向盘 窝了个暴脾气 苗不均 我来 小车没有把牌的 竟然挽起了爱的魔力满地转 连扫带年 打发躲了慈雄大盗 这一顿操作 我只扣666啊 小夫削的真是太对了 大熊一脚地板又回到家 恢复了物价 啪 快乐没了 这人一旦有了钱 发挥好了 那就欢天席地 发挥不好 那就准备吃席啊 咱熊哥幽默默的用他的一万元 正常买了漫画 赔了头落勺 只剩下了 那没几块 还一不小心掉了一块 为了这一块 差点当场就交代了 这还真是 只要钱到位 干啥都不累呀 好了小伙伴们 如果用你对象身体的一个部位 换一个E 你打算拿啥换呢 咱评论去唠唠吧 拜拜